喂 妈 哎 我过年一定回去 我肯定在请你回去见你 不是 我还没同意呢 你干嘛替我做决定啊 你有病吗 没事 妈 我先过了 你这样强迫我 你有意思吗 不是 我强迫你什么了 回去见我爸妈有那么难吗 哎 我不愿意 你爱找谁回去找谁回去 我是不跟你回去 女生为什么你在男生提出见父母的时候 你反应这么大呀 因为是她自作主张要带我见父母 那我还没答应呢 干什么替我做决定啊 不是 咱俩在一起一年了 也该见下面了吧 我们这年才过几年就结胡子了 那是你的想法 我还没玩够呢 我干什么结婚呢 没玩够 不是 你到底怎么想的呀 我们就应该为我们的未来 考虑一下了吧 我就是想晚一点去见你的父母 你说咱俩在一起这么长时间了 我肯定想见你父母啊 我就是想考虑考虑不行吗 我这么喜欢你 我能不想见你父母吗 不是 你还要考虑多久啊 这一年你没答应我 十回又五回了吧 这一年的会过去了 你还没考虑好 你是不是根本没想跟我回家呀 哎呀 你别磨叽了行吗 我想跟你回去 我就跟你回去 我不想跟你回去 你干什么强迫去 我对你哪里不好了 就在这事上这么费劲 我知道你爸爱喝酒 我花高价钱买的高档红酒 给你妈买的保健品 现在又开始推托我了 你是不是不想跟我在一起了 哎呀 你爱怎么想怎么想吧 女生如果你想和她有未来的话 就会主动见她的家长啊 男生现在拼了多久水专程无力 我花一会前秒杀到了 六瓶甘红高档礼盒 可是特级红酒 酒香浓郁 口感居佳 而且这大品牌的高档礼盒 自用送礼都合适 直接点我评论区这种链接就能抢了 上面还有白酒什么的呢 谢谢主持人 回去就抢一个 我觉得女生 你还是再考虑一下吧 我考虑什么呀 我不想回去 我就是不想回去 我才多大呀 我为什么要以后二三十年的时间 都要跟同一个人在一起呀 我有大把的时间跟青春 我就不想过这样生活怎么了 我有什么错 对 你没错 都是我错了 我从一开始就不应该抱有希望 我全心全意地对你 但你对我的态度 让我觉得我从来就没走进过的那些 那都是你自我感动罢了 咱俩在一起 开心快乐就行了 你干嘛非弄出那么多事呢 是我的问题 我以后不会再期待了 你干什么去呀 脱影而出 有人躲躲苍苍 你等一下 你就不能态度好点吗 那可能我心软了就跟你回去了呀 算了 没有回应的热情也该适可而止 我也不想再带你回来 你什么意思呀 那你要带谁回去 只要不是你就行 我只知道一味地对你好 我会输得很惨 那么分手吧 我不值得 就如他把花心上我的一举一动 随你改变多荒唐